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杨 首先 我们来看看印度南部 喀拉拉邦的致命山体滑坡事件 这次灾难夺取了超过300人的生命 引发了对印度是否认真对待气候变化的质疑 环保人士警告称 无序地砍伐森林和不合理的建设活动 让环境不堪重负 政府官员对保护生态敏感地区的建议置若网闻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香港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HKEX有望成为高价值市场数据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特投公司Chartwell Capital的创始人 兼首席投资官Ronald Chen认为 HEX可以通过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和数据分析能力 甚至收购数据丰富的成熟企业来实现增长 最后我们关注到广东省的人工智能产业 在2023年达到1800亿元人民币约合250亿美元的规模 其中深圳贡献了800亿元 尽管如此 广东的i产业仍然落后于北京和上海 白省计划将爱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目标是到明年将产业规模扩大到3000亿元人民币 并在2027年达到4400亿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印度南部卡拉拉邦的山体滑坡灾难 是最近一系列环境灾难中的最新一起 令人质疑印度是否需要更认真的对待气候变化 幸存者普拉萨纳·库马尔目睹了他的姐姐 和他的家人在7月30日被泥石流冲走的惨剧 许多睡梦中的人们也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吞噬 库马尔在救援营地中回忆道 我见过很多次山体滑坡 但这次太毁灭性了 地面在我脚下瞬间塌陷 留下了死亡和破坏的痕迹 超过300人因此丧生 财产和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这次灾难引发了关于印度是否应该采取更多措施 来避免未来环境灾难的深思 政态学家苏尼塔纳兰指出 喜马拉雅地区的自然灾害表明环境无法承受毁灵和不合理建设等破坏性活动 卡拉拉邦的西高纸山脉是一个生态敏感区 但生态学家的建议常被忽视 泰石和毁灵活动在不适疑或危险的地方进行 专家小组2010年建议将西高纸山脉75%的区域化为生态敏感区 但三年后这一比例被减少到50% 缺乏执法导致非法采食泛滥 库马尔的亲属仍在失踪名单上 救援工作正在逐渐结束 兰华早报香港交易所HKEX作为亚洲第三大股票市场 正努力通过数据创新来提升其价值 香港交易所的资本总额接近4万亿美元 去年收入超过20亿美元 然而全球其他交易所的收入来源显示 香港交易所还有更大的潜力 以纳斯达克为例 他与亚马逊网络服务合作 构建下一代云端基础设施 并进军快速增长的监管科技市场 温世景筛作准备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已经转型 今天其年收入中只有不到4% 来自上市和交易活动 大部分收益来自数据和分析业务 香港交易所的数据和连接性市场部门 贡献了约10%的收入 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金融秘书陈茂波与国务院 港澳15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会面时 夏宝龙敦促香港各界积极转型 确保金融中心的金字招牌继续闪耀 香港交易所正为中国大陆和亚太地区的创新企业 提供资本和资金 下一步是提升其数据分析能力 包括交易模式 投资者资金流向 行业动态等数据 尽管香港面临挑战 但城市显示出恢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韧性 数据使新石油 香港交易所如果抓住机会 将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下一代数据和情报提供者 兰华早报 中国南部的广东省 人工智能i产业 在2023年增长至1800亿元 人民币250亿美元 成为该国制造业中心 试图赶超北京和上海 深圳作为技术中心 贡献了其中的800亿元 但比44% 根据省工业和信息话听的数据 去年广东有约48.9万家i相关公司 其中超过1200家是上市企业 尽管如此 广东的i产业规模仍落后于北京和上海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金融中心 拥有更强大的初创生态系统和最多的人才 其i产业产值在202500亿元 北京推出了82个大型语言模型 但全国总数的40%以上 上海的i产业产值去年接近1500亿元 拥有1100家i公司 深圳的努力与中国推动建立区域 i高地的目标一致 即近平主席呼吁利用i发展现代化产业 中国的封闭互联网为国内i公司 提供了不受外国竞争干扰的成长机会 广东省政府计划通过整合i与制造业 专注于先进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目标是在明年建立一个3000亿元的i产业 并在2027年将其发展到4400亿元 i计划还包括在半导体、软件开发、中文数据及 和计算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动i产业发展 最终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制造业、教育和养老等领域 The Independent报道称 苹果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推出最新的iPhone 16系列 包括iPhone 16、iPhone 16 Plus、iPhone 16 Pro和iPhone 16 Pro Max 虽然硬件升级相对温和 但新款手机将配备大量i智能功能 预计在iOS一期 一版本周全面推出 这可能会推迟到10月份 发布会预计在9月的前两周举行 绿售将在同周的星期五开始 正式发售则在下一周的星期五 关于价格方面 虽然生产成本增加 但苹果可能会继续吸收这些成本 而不将其转嫁给消费者 iPhone 16 Pro和Pro Max 将拥有更大的显示屏和更薄的边框 并可能配备新的摄像按钮和更强大的动作按钮 此外整个系列将采用新的80芯片 并改进散热系统和WiFi芯片 电池技术也将升级 BBC报道了一名27岁的男子Hugh Nelson 利用Ri技术制作儿童不雅图像的案件 Nelson在布尔顿刑事法庭承认了11项罪名 包括试图引诱未满16岁的男孩进行性行为 制作和分发不雅图像等 他将于9月25日被判刑 大曼彻斯特警方表示 Nelson利用Ri将普通照片转化为不雅图像 这种情况在当地和全国范围内 都是首次 此案不仅涉及网络性聊天和图像分发 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逮捕和保护措施 警方希望此案能对未来立法产生影响 因为现行法律尚未具体提及 这种利用计算机程序进行的犯罪行为 检察官Janet Smith强调 满用新兴技术制作此类材料是一种严重犯罪 国家犯罪局也表示 这类挨生成的图像会增加犯罪者转向实际性侵儿童的风险 Globe Mail 报导 国际刑事法院ICC检察官表示 他们正在积极监控委内瑞拉的局势 委内瑞拉安全部队在总统选举后的镇压行动中逮捕了2000多人 那些人因反对总统马杜罗或质疑其选举结果而被拘留 ICC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 他们已与委内瑞拉政府进行了高层接触 强调遵守法治的重要性 并确保所有人免受可能构成罗马规约犯罪的侵犯 巴杜罗呼吁民众通过政府应用程序举报选举怀疑者 并表示将改造两所监狱以容纳更多的反对者 ICC对2017年委内瑞拉选举后的暴力事件进行了持续调查 并呼吁有相关信息的个人或组织提交证据 这位28岁的乡村歌手在Instagram故事中回应了一位批评者 但批评者对他的成长背景进行了诋毁 称他是没有受到纪律约束的孩子的典型例子 Brian对此非常愤怒公开回击道 不要侮辱我的父母 不要侮辱任何人的父母 随后他删除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 Brian出生于1989年5月5月5日 地点是日本冲绳 当时他的父亲Dwayne在美国海军服役 萨克的母亲Annette在2016年去世 年仅49岁 他曾是俄克拉和马州的一位甜心 高中返校节的妈拉队长 加克2019年发布的首张专辑DM 就是为了纪念他 尽管父母在他12岁时离婚 但仨一直与母亲保持亲密关系 他的父亲Dwayne也在婚 并一直支持他的音乐事业 能发走不 和A10的16岁儿子Parker与他长得一模一样 当中这对父子在Celebrity Family Feud节目中 罕见的公开亮相 Akin在节目中向主持人Steve Harvey介绍 这是我的儿子Parker Kirkker 他首次亮相电视 除了Parker Akin的母亲 非兄弟Brett和最好的朋友 James Foster也是Parker的母亲 也出现在节目中 Parker的父母通过体外受惊 生下他 并决定共同抚养这位孩子 Akin在儿子出生后 一个月公开出柜表示 这是他作为父亲做的第一个决定 Parker虽然选择了低调的生活 但他的出生改变了A10的生活 让他更加关注自己的行为 对儿子的影响 南华走到 恭喜说唱歌手Wiz Khalifa 和他的女友Ami Agarci 他们在7月17日 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开 Ben Foxlow现在是两个孩子的骄傲父亲 阿海与前妻Amber Roseau 一个11岁的儿子Sebastian Timmy Agar是白人和西班牙异混血 他在纽约斯塔腾岛长大 后来搬到了洛杉矶 他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大量粉丝 并创办了一个名为 Hulk Honeys的业务 即公司人活动录音棚绘画 和生日派对等服务 Agolar和Kalifa在2019年底 公开了他们的恋情 今年父亲节宣布了 Agolar的怀孕消息 并粉丝和一些迷人感到惊讶 曾经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 免费获取娱乐和服务 比如用姐姐的Costo会员卡购物 用过期的学生证免费参观博物馆 或是用大学室友前男友的Netflix账号看电视 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企业对订阅服务的严格管理 这些蹭埋的好处正在消失 Costo和Disney最近宣布将效仿Netflix打击账号共享行为 Netflix通过限制账号共享 成功增加了订阅用户 去年新增了3000万用户 今年第一季度又增加了900万 然而其他公司是否能取得同样的成功还未可知 Costco的会员费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而Netflix凭借其丰富的内容和品牌忠诚度得以成功转型 The Independent Tendant 自从卡玛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 唐纳德·特朗普对他的集会规模一直耿耿于怀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声称 哈里斯在底特律机场的集会照片是假的 并指责他使用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人群 然而事实证明 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现场照片、视频以及多名政客和记者的证词 都证实了集会的真实性 哈里斯和他的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在底特律吸引了约一 5万名支持者 特朗普对哈里斯人群规模的执着 反映了他对竞选对手日益增长的支持感到不安 最新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关键战场州里先特朗普4个百分点 The Independent 但罗宾·威廉姆斯去世十周年之际 他的女儿泽尔达揭穿了关于父亲的一则好莱坞谣言 许多人误以为威廉姆斯拥有一只储物猴 因为一张他肩上有猴子的照片广为流传 然而泽尔达澄清说 这只猴子其实是博物馆之夜电影中的演员 威廉姆斯在去世前被误置为帕金森病 实际上他患有无法治愈的路易体痴呆症 尽管如此他仍坚持拍摄电影直到病情恶化 资尔达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大家不遇他父亲的虚假信息 并表示父亲的爱和灵感将永远伴随他 在2015年美国国防部启动了一项机器人挑战赛 目标是开发能够在灾难恢复中协助人类操作的地面机器人 几乎十年后生成是挨加速了这一学习曲线 使类人机器人能够实施学习任务 Aprotech的联合创始人杰夫·卡德纳斯表示 他们的终极目标是零样本学习 其机器人能够通过观察人类演示来完成任务 最近OpenEye支持的Figure公司展示了其最新的类人机器人 该机器人配备了视觉语言模型 能够视觉推理并自我纠正 特斯拉也展示了其Optimus机器人 其有潜力将公司市值推高至25万亿美元 Enfilia通过其专为类人机器人构建的生态系统 推动了这一快速发展 使机器人能够通过文本和语音输入进行训练 Aprotech的Paulo机器人在其奥斯汀总部成功 完成了通过视觉训练的任务 一向需要数千小时训练的任务 现在只需10小时 投资者对类人机器人公司的资金投入创下记录 预计到2035年安卓市场将达到380亿美元 本华走步 Netflix的新系列Jerly Pop the Boy版Scam 揭示了音乐产业的黑暗面 特别是千禧年时代 最具标志性的两个男孩乐队 NSYNC和后接男孩背后的骗子 布普尔曼 白纪录片展示了普尔曼的崛起 及其长达数十年的欺诈行为 和对年轻人才的剥削 普尔曼出生于1954年 早期经营直升机出租服务和飞艇租赁业务 恩都未成功 后来他转向音乐产业 成立了Transcontinental Records K出了后接男孩和NSYNC等成功的乐队 然而1998年后 接男孩率先对普尔曼提起诉讼 最后NSYNC也对其提出诉讼 揭露了其庞氏骗局 涉及金额至少3亿美元 2008年 普尔曼因庞氏骗局被判25年监禁 2016年在监狱中因心脏骤停去世 恩怀则报 台湾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测试其东海岸防御能力 进行一系列导弹演习 随着大陆解放军在附近派出更多军机和舰船 台湾空军计划在8月27日至29日之间 在台东东海岸的限制区内进行时代演习 随后在9月初进行另一系列年度空对空射击演习 台湾海军也将在8月20日至23日和8月27日至30日 在三个限制区进行海上导弹演习 演习将测试台湾主要战斗机的精确度 包括本土防御战斗机 法国幻影2000和升级版F-16VV 海军还将部署配备中程雄风-2和雄风-3 超音速导弹的军舰 以测试针对潜在解放军海上攻击的战斗准备 随着解放军在台湾东部附近的存在增加 台湾加强了该地区的军事准备 解放军自民进党外清德当选台湾领导人以来 已加紧在台湾周围进行联合战备巡逻 北京视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必要时将通过武力实现统一 美国虽不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 但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并沉默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 Nachietet leads 点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つ�点 GotP중 先到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个人 以后下人最早期败率 一 spans5月的新闻